汉纪 汉纪四 启 银 公元前199年 至 鬼丑 公元前188年 一共12年 汉高帝八年 仁银 公元前199年 冬季 汉高帝刘邦在东元攻打韩王信的余党 经过赵国的百人城 赵相冠高派人藏在厕所的家墙中 准备行刺高帝 高帝正想留宿城中 忽然心动不安 问 这个县叫什么 回答说 百人高帝说 百人就是受迫于人呀 于是不住宿而离开 12月 高帝从东元城回长安 春季 3月 高帝前往洛阳 高帝下令 商人不准穿锦 绣 细灵 皱纱 细格布 布 毛织品 不准吃兵器 乘车 骑马 秋季 9月 高帝一行 从洛阳回长安 淮南王 梁王 赵王 楚王都随行 匈奴茂顿屡次侵扰汉朝北部边境 高帝感到忧虑 问刘靖对策 刘靖说 天下刚刚安定 士兵们因兵事还很疲劳 不宜用武力去征服茂顿 但茂顿杀父夺位 把父亲的妃子占为妻子 以暴力建立权威 我们也不能用仁义去说服她 可以用计策 使她的子孙长久做汉的陈属 然而我担心陛下做不到高帝文 应该怎么做呢 回答说 陛下如果能把嫡女大公主 嫁给她为妻 又赠送丰厚俸禄 她一定仰慕汉朝 以公主为匈奴的恶事 生下儿子 肯定是太子 陛下每年四季用汉朝多余 而匈奴缺乏的东西 频繁地慰问赠送他们 成吉派能说善辩的人士 前去奉劝和讲解礼节 这样 矛盾在世时 她本是汉朝的女婿辈 她死后 您的外孙 便即位为匈奴王缠鱼 难道曾听说过外孙 敢和外祖父分庭抗力的吗 我们可以不经一战 而让匈奴渐渐沉浮 如果陛下舍不得让大公主去 而令宗室及后宫女子 假称公主 他们知道了 不肯尊敬亲近 还是没有用 高帝说 好 便想让大公主去 但旅后日日艳艳哭泣着说 我只有太子和一个女儿 为什么把她扔给匈奴 高帝到底没有办法 让大公主去 汉高帝九年 鬼卯 公元前一百九十八年 冬季 高帝在庶民家找来一名女子 称之为大公主 把她嫁给匈奴缠鱼做妻子 同时派刘靖前往地劫和亲蒙约 陈司马光约 见信侯刘靖说 矛盾残暴 不能用仁义道德去说服他 而又想与其联姻 为什么前后这样矛盾呀 骨肉亲人的安情 掌用尊卑的次第 只有仁义的人才能明白 怎么要以此来降服匈奴呢 先代帝王驾驭一敌民族的对策是 他们归服就用得来安抚 他们叛饶就用威来震慑 从没听说过用联姻的办法 况且 矛盾把生生父亲视为禽兽而猎杀 对岳父会怎么样 刘靖的计策本已粗疏了 何况公主鲁元已经成了赵王王后 又怎么能夺回来呢 刘靖从匈奴归来 说匈奴的河南白杨 楼梵王部落 离长安城近的只有七百里 清骑兵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关中 关中刚遭过战事喜劫 缺少百姓 但土地肥沃 应该加以充实 诸侯最初起誓时 没有齐国填誓 楚国昭 驱 警示就不能搏兴 现在陛下您虽然已经建都关中 实际却没有多少百姓 而东部有就六国的强族 一旦有什么事变 您也就不能高枕而卧了 我建议陛下把就六国的后人 及地方豪墙 明文大族迁徙到关中居住 国家无事可以防备匈奴 如果各地就诸侯有变 也足以征集大军向东讨伐 这是加强根本而削弱末之的办法 高地说 对十一月 便下令迁徙就齐国 楚国的大祖昭氏 驱氏 警氏 怀氏 田氏武族及豪墙到关中地区 给予便利的田宅安顿 共迁来十余万人 十二月 高地前往洛阳 赵国乡国冠高的阴谋 被他的仇家探知 向高地举报 这桩不寻常的大事 高地下令逮捕赵王 及各谋反者 赵王属下赵武等十几人 都争相表示要自杀 只有冠高怒骂道 谁让你们这样做的 如今赵王确实没有参与谋反 而被医病逮捕 你们都死了 谁来申明赵王不曾谋反的真情 于是被关进交锋的木兰球车 与赵王一起押往长安 冠高对审讯官员说 只是我们自己干的 赵王的却不知道 玉力动刑 拷打边吃几千下 又用刀刺 直至体无完肤 冠高始终不再说别的话 吕后几次说 赵王张老娶了公主 不会有此事 高地怒气冲冲地斥骂他 要是张老夺了天下 难道还缺少你的女儿不成 不予理睬 庭尉把审讯情况 和冠高的话报告高地 高地感慨地说 真是个壮士 谁平时和他要好 用私情去探听一下 钟大夫谢公说 我和他同意 平常很了解他 他在赵国原本就是个一意自利 不受侵辱 信守诺言的人 高地便派谢公持杰 据冠高的竹床前探问 谢公慰问他的伤情 见仍像平日一样欢恰 便套问 赵王张敖真的有谋反计划吗 冠高回答说 以人之常情 难道不够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吗 现在我的三族都被定成死罪 难道我爱赵王胜过我的亲人吗 因为实在是赵王不曾谋反 只是我们自己这样干的 又详细述说当初的谋反原因 及赵王不曾知道的情况 于是谢公入朝 一一报告了高地 春季 正月高地下令赦免赵王张敖 废处为宣平侯 令条大王刘如意为赵王 高地称许冠高的为人 便派谢公去告诉他 张敖已经放出去了 同时赦免冠高 冠高高兴地问 我的大王真的放出去了 谢公说 是的又告诉他 皇上看中你 所以赦免了你 冠高却说 我之所以不死 被打得遍体鳞伤 就是为了表明赵王张敖 没有谋反 现在赵王已经出去 我的责任也尽到了 可以死而无害 况且 我作为臣子 有谋害皇帝的罪名 又有什么脸 再去侍奉皇上呢 即使皇上不杀我 我就不心中有愧吗 于是掐断自己的井脉 自杀了 寻月论约 冠高带头谋反作乱 是个弑君的贼子 虽然他舍身证明赵王无罪 但小的优点掩盖不住 大逆不道 个人的品行 赎不了法律上的罪过 按照春秋大义 遵循政道最为重要 他的罪应是不可赦免的 陈司马光曰 汉高祖因为骄横 失去了陈下 冠高因为狠毒 使他的主子失掉原有的风果 促使冠高谋反行逆的 是汉高祖的过失 制令张敖亡国的 是冠高的罪过 高帝颁布赵书 秉吟日以前犯罪者 死罪以下 都予以赦免二月 高帝一行自洛阳回长安 当初 高帝颁布赵书 赵王群臣及兵客 有敢随从张敖者 满门抄斩 但郎中田书 孟书等都自行剔去头发 以铁圈竖井 作为赵王家奴随从 带到张敖免罪 高帝称许田书 孟书的卫人下令赵剑与他们交谈 发现他们的才干超过了汉朝朝廷的大臣 高帝任命两人为郡守 诸侯国相 夏季 六月会 三十日 出现日时 改任丞相 萧和为乡国 汉高帝十年 贾臣 公元前一百九十七年 夏季 五月 太上皇于立阳公驾崩 秋季 七月鬼卯 十四日 将太上皇安葬于万年 楚王 梁王都来送葬 高帝下令 特赦立阳囚犯 定逃女子妻夫人 受高帝宠爱 生下赵王刘如意 高帝因为太子为人仁慈懦弱 认为刘如意向自己 虽然封他为赵王 却把他长年留在长安 高帝出巡关东 七夫人也常常随行 日夜在高帝面前哭泣 想要立如意为太子 而吕后因年老 常留守长安 与高帝愈发疏远 高帝便想废掉太子 而立赵王为继承人 大臣们表示反对 都未能说服他 御使大夫周昌 在朝廷上强硬的争执 高帝问他理由何在 周昌说话口吃 又在盛怒之下 急得指示说 臣口不能言 但臣妻妻知道不能这样做 陛下要废太子 臣妻妻不奉命 高帝欣然而笑 吕后在东乡房 侧耳聆听 事过后 他召见周昌 向他跪谢说 要不是您 太子几乎就废了 当时赵王刚十岁 高帝担心自己死后 他难以保全 伏袭御使赵瑶 于是建议为赵王 配备一个地位高 而又强有力 平时能让吕后 太子及群臣 静淡的香 高帝问 谁合适呢 赵瑶说 御使大夫周昌 正是这样的人 高帝便任命周昌 为赵国的香 而令赵瑶代替周昌 为御使大夫 起初 高帝任命 杨夏侯臣为香国 监管赵国 带国边境部队 陈拜访怀音侯 韩信 并向他辞行 怀音侯握着他的手 平退左右随从 与他在庭院中散步 忽然仰天叹息道 有几句话 能和你说吗 陈说 只要是将军 您的指示 我都听从韩信说 你所处的地位 集中了天下精兵 而你 又是陛下信任的大臣 如果有人说你反叛 陛下肯定不信 然而再有人说 陛下就会起疑心 说第三次 陛下必定会愤怒地 亲自率领大兵来攻打你 请让我为你做个内应 那么天下就可以谋取了 陈平常便知道韩信的能力 相信他 于是说 遵奉你的指教 陈常常羡慕当年 为国信邻君 为吴记仰视的行为 极致他做相国驻守边境 告假回来时 经过赵国 跟随他的宾客乘坐的车 有一千多辆 把邯郸城的官舍都注满了 赵湘周昌见此情况 请求入京觐见高地 详述陈门下宾客盛多 又专善兵权在外数年 恐怕会有事变等等 高地令人在审查 陈宾客在戴国时的种种不法之事 很多牵连道陈 陈听说后 十分恐慌 韩王信 趁机派王黄 曼秋辰等人来劝诱他连成一伙 太上皇驾崩时 高地派人来赵臣 臣称病不去 九月 他便与王黄等人公开反叛 自封为代王 率军劫掠赵国 代国 高地领兵从东面进击 到达邯郸 高兴地说 陈不占据邯郸 而去恶守张水 我知道他没多大能耐了 周昌奏报说 常山郡二十五城 有二十城都失陷了 请处死郡守 郡卫高地问 郡守 郡卫反叛了吗 周昌回答 没有高地说 这是他们力量不足 没有最高地又令周昌 选挑赵国壮士中 可充当将领的 周昌报告说 有四个人 并让他们来觐见 高地谩骂道 你们这群小子 能当将军吗 四人大为惭愧 都服在地上 高地却真的赏赐 个人以一千户的封义 任用为将领 左右随从劝阻说 跟随您进兵署 汉 征讨楚王的功臣 都没有全部封赏 今天封他们 凭的什么功劳 高地说 这就不是你们 所能知道的了 陈造反 赵国 代国一代都被他占有 我用紧急军书 征调天下军队 至今还没有到来的 现在估计能够调遣的 只有邯郸城中 这些士兵而已 我为什么还要吝惜 那四个千户封义 不用来抚慰 赵国子弟呢 属下都点头说 好主意 高地又听说 陈的布江 很多过去都是商人 便说 我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了 下令多用黄金 去收买陈部江 果然有大部分来将 汉高地十一年 以四公元前一九六年 冬季 高地在邯郸城 陈的部将侯厂 率一万余人游动袭击 王皇率骑兵一千余人 囤军取逆 张春 率一万余士族渡过黄河进攻辽城 汉朝将军郭蒙与齐国将军迎击 大破陈军 太尉周伯取到太原去平定带地 兵敌马义 九攻不下 攻下后便大行杀戮 赵立守东元城 高地亲自率军攻克 将地名改为真定 高地又悬赏千金捉拿王皇 慢秋晨 结果其部下都将他们活捉送来 于是陈军队溃败 怀音侯韩信假称有病 不随从高地去攻击臣 暗中却派人到臣那里 与他勾结谋划 韩信想带夜间与家臣 用伪诏书赦免官府的 有罪工匠及奴隶 打算发动他们去袭击吕后 太子已经部署完毕 只等臣的消息 韩信有个门下摄人 曾因得罪韩信 被囚禁起来准备处死 春季 正月 摄人的弟弟尚书举报事变 将韩信打算谋反的情况告诉吕后 吕后想把韩信召来 又担心他可能不服从 便与相国萧和商议 假装让人从高地出来 说臣已经被擒 处死 猎侯及群臣文训都到朝中祝贺 萧和又欺骗韩信说 你虽然病了 也应当强挺着来到贺 韩信来到朝廷 吕后便派武士将他捆绑起来 在常乐宫中室里斩首 韩信在斩首之前 叹息说 我真后悔没用快撤的计策 敬上了小孩子 富人的当 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吕后随后下令将韩信三族都连坐杀死 陈司马光约是人有的认为 韩信为汉高祖 首先奠定开业大计 与他一同在汉中起誓 平定三秦后 又分兵向北 秦获卫国 夺取代国 扑灭赵国 挟迫燕国 在向东攻击占领齐国 傅向南在该下消灭楚国 汉朝之所以能得到天下 大致都归功于韩信 再看他拒绝快撤的建议 在臣的迎接高祖 哪里有反叛之心呢 实在是因为失去诸侯王的权位后 样样不快 才陷于大逆不道 卢婉仅仅有高祖李相就连的交情 就封为燕王 而韩信却以侯爵身份奉朝庆 高祖难道不也有亏待韩信的地方吗 我认为 汉高祖用诈骗手段 在臣的抓获韩信 说他亏待室友的 不过韩信也有旧由自取之处 当初汉王与楚王在行阳相持 韩信灭了齐国 不来作报汉王却自立为王 其后汉王追击楚王道顾灵 与韩信约定共同进攻楚王 而韩信按兵不动 当时高祖本已有诛杀韩信的念头了 只是力量还做不到罢了 待到天下已经平定 韩信还有什么可以仗的呢 抓住机会去谋取利益 是市井小人的志向 建立大功以报答恩德 是有志操昆学问的君子的胸怀 韩信用市井小人的志向 为自己谋取利益 而要求他人用君子的胸怀回报 不是太难了吗 所以 太史公司马迁评论说 假如让韩信学习君臣知道 谦虚礼让 不夸耀自己的功劳 不矜持自己的才能 情况大概就不同了 他对汉家的功勋 可以与周公 赵公 太公旅上等人相比 后代也就可以享有祭祀了 他不去这样做 反而在天下已定之时 图谋叛逆 被斩灭宗族 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将军柴武在参合 将韩王信斩首 高帝回到洛阳 知道怀音侯韩信被杀 又是欣喜又是怜惜 他问吕后 韩信临死有什么话 吕后说 韩信说后悔 没用宽撤的计谋 高帝误道 是齐国的能辩知识宽撤呀 便召令齐国逮捕宽撤 宽撤被押来后 高帝问 你将韩信造反吗 回答说 是的 我确实教过 那家伙不听我的计策 所以才自取灭亡 落到这个地步 如果用我的计策 陛下怎么能够杀了他呢 高帝勃然大怒 下令 主死他 宽撤大叫 哎呀 主我实在冤枉 高帝问 你将韩信造反 还有何冤枉 宽撤说 秦朝失去江山 天下人都群起争夺 有才能 动作快的人能先得到 古时值的狗 对摇吠叫 并不是摇不人 而是狗本来就要对不是他主人的人吠叫 当时 我作为臣子只知道有韩信 不知道有陛下啊 何况 天下磨刀祸祸 想做陛下这般大业的人很多 只是力量达不到罢了 您又能都逐死吗 高帝听罢说 放了他高帝立儿子刘恒为代王 以晋阳为都城 高帝下令大赦天下 高帝进攻尘时 向梁王彭越征兵 彭越称兵 只派将军率兵赴邯 高帝大怒 令人前去斥责 彭越恐惧 想亲身入朝谢罪 不将护者说 您当初不去 受到斥责后才去 拒就会被擒 不如就是发兵反了吧 彭越不听劝告 他的太扑因祸罪逃往长安 控告梁王彭越与护者谋反 于是高帝派人突袭彭越 彭越事先没有发觉 便被俘囚禁到洛阳 有关部门审讯结果是 已有谋反迹象 因案法律处死 高帝赦免他为平民 押送到蜀郡轻衣居住 彭越向西到了正地 遇到吕后从长安来 彭越向吕后哭泣 说自己无罪 希望能到故地昌义居住 吕后口中应允 与他一起东行 到了洛阳 吕后对高帝说 彭越是个壮士 如今把他流放到蜀郡 这是自留后患 不如就此杀了他 我已与他同来 吕后又指使彭越门下设人 控告彭越再行谋反 庭尉王田开奏请将彭越灭三族 高帝予以批准 三月 彭越三族都被斩首 还割下彭越的首级 在洛阳市众 并颁布诏令 有来收敛尸体者 一律逮捕梁王彭越的大夫 鸾部出使其国 回来后 在鸾越的头颅下奏报 祭祀后大哭一场 官吕将他逮捕 报告高帝 高帝召来鸾部 痛骂一番 想逐死他 两旁的人正提起 他要投入滚水中 鸾部回头说 请让我说句话 在死高帝便问 还有什么话 鸾部说 当年皇上受愧于彭城 战败于行阳 成高之见 而项羽却不能惜尽 只是因为彭越守住两地 与汉联合而始处为难 当时 只要彭越亦有倾向 与项羽联合 则汉失败 与汉联合则处失败 而且该下会战 没有彭越 项羽就不会灭亡 如今天下已经平定 彭越接受福洁 被封为王 也想传个子孙后代 而如今 陛下向梁国争一次兵 彭越因并不能前来 陛下就疑心以为造反 未见到反叛迹象 便以科系小事诛杀了他 我担心功臣会人人自危 现在彭越已经死了 我活着也不如死 请逐死我吧 高帝认为有礼 便赦免了鸾部的罪 封他为斗位 丙悟 遗悟 高帝立皇子刘徽为梁王 秉言 十一日 立皇子刘友为怀阳王 废除东郡 较大帝扩充了梁国 废除颖川郡 较大帝扩充了怀阳国 夏季 四月 高帝一行 从洛阳回长安 五月 高帝下诏 立元秦朝南海 魏兆陀 魏南岳王 派陆甲前往寿与印信寿代 颁发福洁 互通使者 让他团结安抚百岳 不要成为南方边境的祸害 当初 秦二世时 南海为人消病重将死 他召来龙川县令赵驼 对赵驼说 秦朝的政治暴虐无道 天下都十分怨愤 听说陈胜等人已起兵造反 天下不知怎样才能安定 我们南海虽然地处偏远 我也担心盗贼匪兵到这里来侵占地盘 想发动军队切断秦朝修筑的通往内地的新道 以自作准备 等待诸侯的变化 恰在此时 我却病重 再说我们的藩于城后 山势险要 前有南海阻隔 东西几千里 有很多中原人在辅佐治理 这也是一州之主 可以建立个国家 我看郡中的官员 没有人足以商议 所以召你前来 告诉你我的嘱托 任肖说完 便为赵驼写下委任书 请他代理南海卫的证实 任肖死后 赵驼立即发出习文通知横浦 杨山 皇冠说盗匪军队就要来到 各地立即断绝通道 聚兵自首 随后又逐渐地利用法律 诛杀秦朝所设官员 以他的同党做代理军手 秦朝灭亡后 赵驼立即发兵进攻吞并桂林 向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陆甲来到南越 赵驼头上盘着南越族的投计 伸开两脚坐着接见他 陆甲劝说赵驼 您是中原人士 亲戚兄弟 祖先坟墓都在真定 现在您违反天性 抛弃华夏官代 想以区区南越之地 与汉朝天子相抗衡成为敌国 大祸就要临头了 再说 秦朝丧失德政 各地诸侯 豪强纷纷起兵反抗 只有汉王能先入关中 占据咸阳 项羽被淤 自立为西楚霸王 诸侯都成为他的部署 他可以说是极强大的了 但汉王起兵八 蜀后便横扫天下 终于诛杀了项羽 消灭了储君 五年之间 海内获得平定 这并非人力所为 而是上天的剑术啊 汉朝天子听说您在南越称王 却不协助天下诛杀暴溺 文武将相都请求派兵来剿灭您 但天子联民百姓刚刚经过兵事劳苦 所以暂且修兵不发 派我前来受您君王印信 颁发福节 互通使臣 您应该亲自到郊外迎接 向北称臣才是 而您竟要凭借新晋缔造 尚未安定的越国 对汉朝如此倔强不服从 汉朝要是知道了 决毁焚烧您祖先的坟墓 杀光您的宗族 再派一言偏江 率领十万大兵压境 那么南越人杀您投降汉朝 是一如反掌的 于是赵佗大惊失色 立即离开座位 向陆甲谢罪说 我在蛮夷民族中居住已久 太没有礼意了 他又问陆甲 我与萧和 曹参 韩信比 谁高明 陆甲回答 似乎是您高明些 赵佗又问 那么我与汉朝皇帝比 谁高明 陆甲说 皇帝继承三皇 五帝的伟业 统一治理中国 中原人口一亿计算 土地方圆万里 万物殷实丰富 皇帝能把政权 集于一家之首 是开天辟地以来 未曾有国的事 您的臣民不过几十万 还都是蛮夷 散布在崎岖的崇山大海之间 好像是汉朝的一个郡而已 怎么可以与汉朝相提并论 赵佗大笑着说 我没有在中原兴起 所以在这里称王 如果我在中原 怎么就见得不如汉朝 说完便留下陆甲与他畅饮 过了几个月 赵佗说 南越没有可说话的人 直到你来 才让我每天听到 从未听过的事 又赏赐陆甲一袋珠宝 价值千金 其他馈赠也达千金之多 陆甲最后便拜赵佗为南越王 令他向汉朝称臣 遵守汉朝的约定 陆甲回朝报告 高帝大为高兴 封陆甲为太宗大夫 陆甲实时在高帝面前称道 诗经 上书 高帝斥骂他说 你老子是在马上打下的天下 哪里用得照诗经 上书 陆甲反驳道 在马上得天下 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 况且商朝汤王 周朝武王都是逆上造反取天下 顺势怀柔守天下 文武并用才是常治久安的方法 当年武王夫差 智伯瑶 秦始皇 也都是因为穷兵独武而遭致灭亡 假使秦国吞并天下之后 推行仁义 效法先胜 陛下今天怎能拥有天下 高帝露出惭愧面容 说 请你是为我写出秦国所以失去天下 我所以得到天下 及古代国家成败的道理 陆甲于是大略阐述了国家存亡的征兆 共写成十二篇 每奏上一篇 高帝都称赞教好 左右随从也齐乎万岁 该书被称为新语 高帝生了病 讨厌贱人 躺在宫中 命令守宫门官员不准群臣进入 周伯 贯英等群臣都不敢进去 这样过了十几天 五阳侯凡快闯开宫门 直冲而昆入 各大臣也随后跟进 只见高帝正以一个宦官为枕头 独自躺在那里 凡快等人见了高帝 流着眼泪说 想当年 陛下与我们一同在风 配启示 平定天下 是何等的雄壮 现在天下已经安定 又是多么的疲惫不堪 而且 陛下病重 大臣们都感到震惊恐惧 陛下不接见我们 商议国家大事 就只是和一个宦官到死吗 再说陛下难道不知道 赵高篡权的事吗 高帝便笑着起了身 秋季 七月 淮南王情部反叛 起初 淮阳侯寒信被杀 情部已赶到心惊 待到彭月也遭处死 高帝又把他的肉 制成肉酱 分刺各地诸侯 使者到了淮南 淮南王情部正在打猎 建了肉酱 大为惊恐 便暗中派人部署军队 等候林郡报警告急 情部的一个宠鸡 因病去就医 医生与钟大夫奔赫驻对门 奔赫便被下厚礼 陪同宠鸡在医生家 饮酒 情部缺怀 疑奔赫与宠鸡私通 想抓起奔赫治罪 奔赫觉察 乘船车跑到长安城 向高帝告发事变 说情部谋反 已有迹象 应该趁他尚未发动 先行诛杀 高帝读了他的举报信 对萧和说起 萧和认为 情部不至于做这种事 恐怕是仇人忘形诬告他 可以先把奔赫抓起来 派人暗中查验 情部 情部见奔赫畏罪逃去 向高帝控告 本来已经疑心 他会说出本国的阴谋 汉朝使者又来 查验出不少证据 便杀光奔赫全家 发兵反叛 关于情部造反的报告传至 高帝于是赦免奔赫 任命为将军 高帝召集中将 询问对策 大家都说 发兵争讨 坑杀这家伙罢了 他有什么能耐 汝燕侯腾公夏侯英 召来原楚国的另引薛公 向他征求意见 薛公说 情部当然要反 夏侯英问 皇上割地封给他 又分次爵位 让他称王 还有什么造反的道理 薛公回答道 皇上前不久杀了彭越 再早些还杀了韩信 他们三人 功劳相统 是三位一体的 他自己疑心大祸降临 所以便造反了 夏侯英将此话告诉高帝 高帝于是传来薛公 问他 薛公回答说 情部造反 不足为贯 但是 如果他采用上册 小山之东便不再是汉朝所有的了 如果他采用中册 两方谁胜谁负 还难以预料 如果他采用下册 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高帝问 什么是他的上册 回答说 向东攻取吴地 向西夺占楚地 吞并齐地 占据鲁地 传令给燕 赵两地 让他们固守本土 那么 小山以东就不在汉朝手中了 什么是他的中册 向东攻取吴地 向西夺占楚地 吞并寒地 占据魏地 掌握敖仓的储粮 阻塞 长高通道 那么谁胜谁负 就难以预料 什么是他的下册 向东攻取吴地 向西夺占夏菜 然后把资重送回越地 自己回到长沙 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 汉朝就没事了 高帝又问 他将会是哪种计策呢 薛公说 必使夏侧 高帝问 为什么他会舍弃上 中策而采用夏侧呢 薛公答道 情不其人 原是个离山的行徒 自己奋力爬到王的高位 这些都是他只顾自身 不顾以后 坤 更不会为百姓 做长远打算 所以说 他必采用夏侧 高帝说 好 下令封薛公一千户 于是立皇子刘长 为淮南王 这时高帝正有病 想让太子前去进宫情部 太子的宾客东元宫 齐礼济下皇宫 脚礼先生劝建成后 吕士之说 太子统领大军 有了功劳地位已无以再增高 没有功劳便从此受获 你何不赶快去请求吕后 抓个机会在皇上面前哭求说 情部是天下文明的猛将 擅长用兵 而我方众将领又都是过去与陛下平起平坐的旧人 要是让太子指挥这些人 无异于让阳去驱使狼 无人听命于他 况且假使情部之道 便会击鼓向西 长驱直入了 皇上您虽然有病 也要勉强上连车 躺着指挥 众将领就不敢不尽力 皇上虽然生病困苦 为了妻子儿女 还是要自己振作一下 于是吕士芝立刻连夜求见吕后 吕后找个机会对高帝流泪哀求 照四位宾客的意思说了 高帝说 我本知道这小子不配派遣 还是我自己去吧 于是高帝亲自统领大兵向东进发 君臣留守朝中 都送行道坝上 刘侯张良生了病 也支撑身子 来到驱游 对高帝说 我本应随您出征 但实在病重 情部那些楚国人飘悍凶猛 望皇上不要和他应拼 又建议高帝让太子为将军 兼领关中军队 高帝说 张先生虽然有病在身 请勉强躺着辅佐太子 当时 书孙空是太子的太父 张良代理少父之事 高帝又下令 蒸发上军 北帝 龙溪的车 骑兵 巴 属两帝的才官 及京师中尉的军队三万人 作为皇太子的警卫部队 驻扎在坝上 情部造反之初 对不将说 皇上老了 讨厌兵士 肯定不能来 要是派个大将 其中我只怕韩信 彭越 但他们现在都死了 其他人全部值得担心 所以决心反派 他果然像薛公说的那样 向东攻击无地的京王刘甲 刘甲败逃 死在复陵 情部胁迫刘甲的全部兵士 渡过淮河攻打楚王刘娇 刘娇发兵在徐县 同县一带迎战 他把军队分为三支 想以互相救援出其制胜 有人劝说楚将道 情部善于用兵 人们平时就惧怕他 何况兵法说 诸侯在自己领土上作战 士兵极易逃散 现在楚军分为三支 敌军只要打败一支 其余的就会逃跑 哪能互相援救呢 楚王不听 结果被情部攻破一支 令两支果然变四散了 情部于是引兵西进 汉高帝十二年 秉武 公元前一九五年 冬季十月 高帝刘邦与情部军队 在齐西对阵 情部军队十分精锐 高帝便在雍城 兼臂固守 远远望去 情部军队的布阵 如同当年的相级军队 高帝心中厌恶 他与情部互相望见 远远地质问情部 你何苦要造反 情部昆回答说 想当皇帝而已 高帝怒声叱骂他 于是双方大战 情部军队败退而逃 渡过淮河 虽然几次停住阵脚再战 仍不能取胜 他只好与一百余人 逃到长江南岸 高帝便令派一言将军 继续追击 高帝凯旋 路过沛县 留下来 在沛宫举行酒宴 把旧友 父老 女长辈 家族子弟 全部召来陪同饮酒 共续旧情 欢笑作乐 酒喝到唱快时 高帝自己做歌 欣然起舞 唱到慷慨伤怀之时 撒下了几行热泪 高帝对沛县 父老兄弟说 有子悲故乡 我以沛宫名义 岂是诛灭秦朝暴逆 才夺取了天下 现在把沛县 当作我的汤墓义 免除县中百姓的富义 世世代代不予征收 高帝在沛县 严久欢乐 十余天后 才离去 汉朝将军在桃水南 被追击秦布残军 都大获全胜 秦布曾与藩军吴瑞 结有婚姻之好 所以长沙城王吴臣 便派人诱骗秦布 贾称想和他一起逃到南岳去 秦布果然相信 与使者前往 结果在布姿乡农民田舍 被藩扬人杀死 周伯全部平定戴郡 燕门 云中等地 在当城江城斩首 高帝因为京王刘甲没有后人 便改京国为吴国 辛丑二十五日 利兄长刘仲的儿子刘碧 为吴王 管辖三个郡 五十三座城 十一月 高帝经过鲁帝 用牛 羊 朱的太牢里 祭祀孔子 高帝自从击败秦布归来 并更加重 愈发想换太子 张良劝指未被接受 只好称病不过问政事 书孙通又劝谏说 从前晋献公 因为宠爱离姬 废除太子 另立西齐 结果造成 晋国几十年内乱 被天下耻笑 晋国也因为不早定扶苏为太子 使赵高得以用奸诈手段 立胡亥为皇帝 自己始宗庙灭绝 这是陛下亲眼所见 如今太子仁义孝顺 天下都知道 吕后又与陛下艰苦创业 粗茶淡饭的供过患难 怎可背弃 陛下一定要废去敌长子 而立小儿子 我愿先受诛杀 用脖梗的血涂的 高帝只好说 你不要这样 我只是开玩笑而已 书孙通又说 太子是国家的根本 根本一旦动摇 天下就会震动 怎么能用天下来开玩笑呢 当时大臣中坚持反对的人很多 高帝明白群臣的心都不向着赵王 于是放下此事不再提 相国萧和因为长安地方狭窄 而皇家上林院中有很多空地 且荒气不昆用 希望能让百姓入内耕种 留下河干不割 作为院中鸟朔的饲料 高帝一听 勃然大怒说 相国你一定收下了商人的大批财物 才替他们算计我的上林院 将萧和交付廷位 用刑具索靠 过了几天 一个姓王的卫位侍奉高帝 上前探问 相国犯了什么大罪 陛下突然把他拘禁起来 高帝说 我听说李斯做秦始皇的丞相时 有善行就归功于君主 有过失就自己承担 现在萧和接受了商人的大批财物 为他们要我的上林院 以讨好下民 所以拘禁起来 至罪王魏魏便劝说 分内的事只要对百姓有利 就向皇帝建议 这是真正的宰相行为 陛下为什么敬宜新相国 受了商人钱财呢 况且 陛下与楚霸王作战几年 臣 情不造反 您亲自率军出征 当时 乡国独守关中 只要关中一有动摇 寒谷关以西就不再是陛下所有了 乡国不在那时为自己牟利 反而在现在贪图伤人的金钱吗 再说 秦朝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过失 才丧失了天下 李斯为秦始皇分担过失的作为 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 陛下为什么如此轻易的怀疑乡国呢 高帝听完很不高兴 当天 派人持福姐赦免释放了萧和 萧和年纪已老 平时对高帝很恭敬 进宫后光着脚前聚谢恩 高帝说 相国 您不要这样 相国为人民讨要上林院 我不准许 我不过是下姐 商周那样的昏君 而相国您是贤相 我所以抓起相国 就是想让百姓知道我的过失啊 陈希造反时 燕王卢婉发兵进宫他的东北面 当时 陈派王皇向匈奴求救 燕王卢婉也派出使臣张胜 距匈奴那里 声称臣的军队已经失败了 张胜到了匈奴部落 原来的燕王赃查的儿子 赃眼正逃亡在那里 见了张胜便说 先生您之所以在燕国受到重用 就是因为熟悉匈奴的事物 燕国之所以能长期存在 就是因为内地各诸侯屡次反叛 兵事连绵 久而不绝 如今您为燕国考虑 想赶快灭掉陈等人 陈等人一消灭 接下来也就轮到燕国 你们也就将成为阶下囚了 您和不让燕王暂缓进攻陈 而与匈奴和好 情况缓和 便可以长期在燕称王 一旦汉庭有疾变 也可以界外援保全本国张胜认为很对 于是私下让匈奴帮助陈等人攻击燕军 燕王卢婉宜新张胜勾结匈奴反叛 上书朝廷请将张胜全家斩首 这时张胜回来了 详细说明之所以这样行事的原因 燕王于是用诈术决罪他人 开脱了张胜家属 派他去匈奴做密室 同时暗中使范及前去陈那里 想让他长期逃亡在外 双方对峙 不做决战 汉朝攻击情部时 陈时常率兵驻扎带军 汉朝进攻杀死陈后 他的偏将投降 说出燕王卢婉曾派范齐去陈那里 互通计谋 高帝于是派使者去召卢婉回朝 卢婉称病不来 又派辟阳侯沈时起 御使大夫赵瑶前去迎接燕王 顺便查验盘问他左右随从 燕王卢婉更加恐惧 躲藏起来 他对心腹之臣说 不是刘氏家族而称王的 只有我和长沙王了 去年春季 汉婷杀了韩信全家 夏季又处死彭月 这都是吕后的主意 如今皇上病重 大权委托吕后 吕后这个妇人 一心想找是诛杀 异姓王和大功臣 于是称病不动身 卢婉的左右心腹也都藏匿起来 卢婉的这些话 有些泄露了出去 沈时期听说后回朝详细报告高帝 高帝更加愤怒 又得到匈奴中来投降的人 说出张胜逃亡在匈奴做燕王使臣 于是高帝认定说 卢婉果真反了 春季 二月派凡快以向国名义发兵攻击卢婉 另立皇子刘剑为燕王 赵曰南武侯之 一月知事也 立以为南海王高帝颁布赵书说 南武侯之也是南越的贵族世家 立为南海王高帝刘邦进攻情部使 曾被刘剑射中 行军路上并是沉重 吕后请来一位良医 医生入内诊室后说 并可以治高帝却破口大骂 我以一个老百姓 手提三尺剑夺取了天下 这不是天命吗 我的生死在天 即使扁却复生又有什么用 于是不让医生治病 而赏给医生黄金五十斤 让他回去 吕后问高帝 陛下百年之后 萧和乡国死了 让谁代替他呢 高帝说 曹参可以 吕后再问曹参之后 高帝说 亡灵可以 但他有点憨 陈平可以帮助他 陈平置谋有余 但难以独自承担重任 周伯为人厚道 不善言辞 但将来安定刘家天下的 必定是他 可任用为太尉吕后 再追问其后 高帝只说 这以后的事 也就不是你能操心的了 夏季 四月 甲晨二十五日 高帝刘邦驾崩于常乐宫 丁卫二十八日 朝廷发布丧事消息 宣布大赦天下 卢晚帅领几千人 住在边塞等候机会 希望高帝病遇 他好亲自入朝谢罪 他听到高帝驾崩的消息 便逃入匈奴 五月 丙吟十七日 将高帝刘邦安葬在常陵 当初 高帝刘邦不修习学术 而丙姓聪明通达 喜谋略 能采纳旁人意见 纵是守门官或数族 见面时 也如同老熟人一般 当年 他顺应民心约法三章 天下平定以后 又命令萧和整理法律 法令 韩信申明军法 张苍制定立法 及杜两横章程 书孙通规定礼仪 又与功臣抛分辅解 立下誓言 用诛纱写旧 以铁制成 放入国家收存重要文书的金贵时事 妥藏在宗庙中 高帝虽然重视繁多 日不侠己 但创立制度规模宏远 己四 二十日 太子登上皇帝大位 尊吕后 为皇太后 当初 高帝并重视 有人乌产繁快 与吕性结党 只要有一天 皇上过世 就要兴兵诛杀 赵王如意 及其从属 高帝大怒采纳臣 平建议召来 将侯周伯 在床前接受召令 陈平立刻呈 一车 载着周伯 让周伯 带梵快 为将军 陈平一到军中 就砍下梵快的头 两人接受命令后 乘一车前往 还未到军中 在路上商议道 梵快是皇上的救人 功劳很大 而且是吕后妹妹 吕的丈夫 有皇亲关系 又是尊贵之人 皇上因为一时动怒 所以想杀他 恐怕日后会反悔 我们不如抓起他来 送到皇上那里 让皇上自己去杀 他们还没到军中 就住了坛 用符节赵梵快前来 梵快接受赵令后 立即将手放到背后 叫人把他反绑起来 用木兰球车 押送到长安 而让将侯周博 带他为将军 率军征讨 燕国谋反的朱县 陈平一行走到中途 听到高地驾帮消息 陈平怕吕太后的妹妹 吕在吕太后面前 说她的坏话 便驱驰一车 先行毁兜 路上她又遇到朝廷使者 传召命令 陈平与冠英 囤守行仰 陈平接受诏书后 立即又急迟到宫中 哭得十分悲哀 又坚决要求亲自守卫内宫 吕太后于是任命 她为掌管宫殿门户的郎中令 还让她辅导汉惠帝流营 此后 吕便无法说陈平的坏话 凡快到长安 便被赦免 恢复原来的爵位和封地 吕太后下令 把妻妇人关在宫中涌巷里 剔去头发 戴上刑具 穿上土红色的球服 做聪明的苦活 她又派使者去找赵王刘如意 使者三次往返 赵襄周昌对使者说 高地生前把赵王嘱托给我 赵王年纪小 我听说吕太后怨恨欺夫人 想把赵王照去一起杀掉 我不敢让赵王去 而且赵王也病了 不能接受命令吕太后听到回报 大为愤怒便先派人去找周昌 带周昌到了长安才派 人再去赵赵王 赵王前来 还未到达时 汉惠帝听说吕太后要对赵王动怒 便亲自去坝上迎接赵王 与他一起入宫 自己带着他一同吃饭睡觉 吕太后想杀掉赵王 但找不到机会 孝惠皇帝 汉惠帝元年 丁位公元前194年 冬季12月 惠帝凌晨便出去打猎 赵王因为年纪小 不能早起同去 吕太后便派人拿着毒酒让赵王喝 黎明 惠帝回宫时 赵王已经死了 吕太后又下令砍断欺夫人的手 脚 挖去眼珠 熏龙耳朵 喝哑药 让他待在厕所里 称他为人质 过了几天 吕太后便召惠帝来看人质 惠帝见后 问之这就是欺夫人 便大哭起来 从此患病 一年多不能起身 他派人向吕太后请求说 这种事不是人做的 我虽然是太后 您的儿子 到底还是治不了这个天下 惠帝 因此每天饮酒言乐 不理正事 陈司马光曰 做儿子的 见父母有过失 就应该劝谏 劝谏不听 就应该跟着痛哭 哪有继承汉高祖的伟业 当天下的君主 因为不忍心于母亲的残酷 便抛弃国家不顾念 纵情酒色自伤身体的道理 像汉惠帝这样 可以说只是固执于小的人爱 而不知道大义啊 朝廷改封还阳王刘友 为赵王 春季 正月 开始修筑长安西北面的城墙 汉惠帝二年 雾身 公元前193年 冬季 十月 祈祷惠王刘肥来朝见惠帝 在吕太后面前举行酒宴 惠帝认为 齐王是自己的哥哥 便请他坐上坐 吕太后非常恼怒 让人倒了一杯毒酒 放在面前 赏赐给齐王 为他祝福 齐王刚起身要接 惠帝也起身来取酒杯捆 太后一见大惊 自己起来泼去惠帝手中的酒 齐王心知有怪 不敢再喝假装酒醉离去 经打听之道 那是杯毒酒 大为惊恐 齐国一个名教士的内侍 向齐王建议 使齐王献出程阳郡 做吕太后女儿 鲁元公主的汤木义 太后因此大喜 便放走了齐王 春季 正月 鬼友 初四 蓝陵一平民家的景中 出现两条龙 陵西发生地震 夏季 大旱 杨侯刘仲去世 文忠侯 萧和病重 惠帝亲自前去探视 问他 您百年之后 谁可以替接您 萧和说 最了解臣下的还是皇上 惠帝又问 曹参怎么样 萧和立即叩头说 皇上已找到人选 我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秋季 七月 新魏初五 萧和去世 他生前购置田地房宅 必定选 位于穷乡僻壤的 他主持家政 也从不起建高墙大巫 他说 如果我的后代贤德 就学我的简朴 如果后代不贤 这些列房岔地 也不会被权势之家抢夺 鬼四 二十七日 朝廷任命曹参为相国 曹参刚听说萧和去世时 就对门下舍人说 快准备行装 我要进京去做相国了 过了不久 使者果然前来 召曹参入朝 起初 曹参当平民时 和萧和相交甚好 极致做了将相 两人有些隔阂 到萧和快死时 所推举接替自己的 贤能之人围堵曹参 曹参接替做了相国后 所有的条令都不做变更 一律遵照萧和当年的规定 他挑选各郡各封国中 为人质朴 拘谨不善言辞 敦厚的长者 照来任命为丞相的属官 对那些言谈行文苛刻 专门追逐名声的官员 都予以赤退 然后曹参日夜 只顾引香醇老酒 清 大夫以下的官员 及宾客 见他不管正事 来看望时都想劝说 曹参却总是劝他们喝酒 喝酒间隙中再想说话 曹参又劝他们再喝 直到喝醉了回去 始终没机会开口说话 这样的情况成为常识 曹参见到别人犯有小错误 也一昧包庇掩饰 向国府中终日无事 曹参的儿子曹任钟大夫之职 惠帝向他埋怨曹参不理正事 认为难道是因为我年纪轻吗 让曹回家时 以私钦身份探问曹参 曹参大怒 边吃曹二百下 呵斥快回宫去世后 国家大事不是你该说的 到上朝时 惠帝责备曹参说 那天是我让曹劝你的 曹参立即脱下帽子谢罪 说 陛下自己体察 圣明威武比高地如何 惠帝说 这哪里敢比高地 曹参又问 陛下再看我的才能比萧和谁强 惠帝说 你好像不如他 曹参便说 陛下说得太对了 高地与萧和平定天下 法令已经明确 如今陛下垂首治国 我们臣下恭谨守职 大家认真遵守 不去违反旧事法令 不就够了吗 昆惠帝说 对曹参做相国 前后三年 百姓唱歌称颂他说 萧和制法 整齐划一 曹参接替 守而不失 做事清静 百姓安心 汉惠帝三年 即有公元前192年 春季 朝廷蒸发长安周围 六百里内的男女民工 十四万六千人 修筑长安城 三十天结束 惠帝以宗室女子作为公主 嫁给匈奴 茂顿缠鱼 当时 茂顿正强大 写信派人送给吕太后 措辞极为陷屋傲慢 吕太后大为愤怒 召集将相大臣 商议要杀掉匈奴来使 发兵攻打 樊快说 我愿意率领十万军队 去横扫匈奴 中狼将既不却说 樊快真该杀 从前 匈奴在平城围困高地 那时汉兵有三十二润 樊快身为上将军 而不能谨为 如今四方百姓哀苦之声 尚未断绝 受伤兵士刚能起身 而樊快却想搞乱天下 妄称以十万军队横扫匈奴 这是当面说谎 况且匈奴好比禽兽一般 听了他的好话不必高兴 听了他的谩骂 也不值得生气 吕太后说 说得对便派大业者张氏 送去回信 十分谦逊地致以歉意 并送给匈奴二乘车 八匹马 茂顿接信后 又派使臣前来道歉 说 我们从不知道中国的礼仪 感谢陛下的宽恕 于是献上马匹 与汉朝和亲为好 夏季 五月 朝廷立名为姚的 敏月君为东海王 姚与吴诸 都是岳王勾建的后代 曾跟随诸侯推翻秦朝 功劳不小 当地百姓归附 所以立他为王 建都东欧 世人称之为东欧王 六月 朝廷蒸发各封国的王 侯属下行徒奴隶二万人 修筑长安城 秋季 七月 太坡的马就起火 这一年 蜀郡兼堤部族反叛 朝廷出兵平定 汉惠帝四年 更须公元前191年 冬季 十月 惠记立张氏为皇后 张后是惠帝姐姐 鲁元公主的女儿 吕太后想亲上加亲 所以将她嫁给惠帝 春季 正月 朝廷下令推荐民间孝顺父母和牧兄长 努力耕作的人 免除他们的负义 三月 甲子 初七 皇帝行成年家冠礼 大赦天下 检查法令中对官民有妨害的条目 废除秦律中禁止携带 收藏书籍的邪书律 惠帝认为去常乐宫朝建太后 及平时前往时 经常倾到警戒 使百姓经忧 便在武库的南面 修筑了一条空中道路 凤长叔孙通劝祖说 那是每月举行高地衣冠出巡仪式的道路啊 子孙后代怎么能在祖宗的道上行走呢 惠帝惊惧地说 快快拆去 叔孙通又说 天子没有错误的举动 现在路已经修了 百姓也都知道 希望陛下在渭河北面再建个圆庙 可以到那里去举行高地衣冠出巡仪式 这样也扩大了宗庙 是大校的根本惠帝便下令有关部门修建圆庙 陈司马光曰 错误是人人都必定无法避免的 但只有圣贤能知而改正 古代圣明的君主 怕自己有错误不知道 所以设置批评君主的诽谤目 和劝阻君主的感见故 哪里会怕百姓知道自己的过错呢 所以仲徽赞美商汤王说 改正错误绝不吝惜 副说劝戒商王武丁道 不要因为怕别人耻笑 便不改正过失 由此而见 做君王的人本来就不是以不犯错误为贤明 而是以改正错误为美德 这里书孙通却劝谏汉惠帝说 天子没有错误的举动 正是在教做君主的闻过是非 岂不太荒谬了吗 常乐宫中洪台发生火灾 秋季七月以汉二十日 魏央宫的藏兵室发生火灾 汉惠第五年 辛亥 公元前一百九十年 冬季 雷声响起 桃树 礼树开花 枣树结果 春季 正月 再次蒸发长安周围六百里内男女民工十四万五千人修筑长安城 三十天后结束 夏季 大汉 长江 黄河水哨 西谷干河 秋季八月 平阳侯曹参去世 汉惠第六年 仁子 公元前一百八十九年 冬季 十月 任命王陵为右丞相 陈平为左丞相 其道惠王刘斐去世 夏季 刘侯张良去世 任命周伯为太位 汉惠第七年 鬼丑 公元前一百八十八年 冬季 蒸发战车和骑兵 步兵前往行阳 由太位冠英统帅 春季 正月 新丑朔 初一 出现日时 夏季 五月 丁卯二十九日 出现日全时 秋季 八月 雾银 十二日 汉惠第流营在魏央公驾崩 大赦天下 九月 新丑 初五 惠帝下葬在安陵 当初 吕太后让张皇后找个别人的孩子来抚养 杀死她的母亲 以她为太子 惠帝下葬后 太子登上皇帝之位 因为年幼 便由吕太后在朝廷上行使天子权利